交换学习是我和中国故事的原点 当时年仅11岁的我在中国交换学习 我们彼此语言不通 仅仅是手势交友 让我感觉异过他乡的父母回国的热情 之后我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进入大学后我不但通过教材学习 还在网络上寻找语言交流伴 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 并最终在汉语桥拿到中午冠军 完成了我的梦想 语言是打开世界的钥匙 让我们能够探索和体会 仿佛多彩的文化 让我们一起在汉语桥的舞台上 收获惊喜与感动